国际市职会300A5区 尊赠了100株的花旗木 给花莲市公所 那么也预据种植在 左仓运动公园的建华路两侧 那么市长威嘉燕 也特别感谢市职会专区主席 各会会长以及室友们的热心公益 与花莲市公所一起美化 左仓运动公园 发现左仓 第一场 为了共同美化左仓运动公园 过去一个多月来 国际市职会300A5区 第三专区主席韩英杰 第八专区主席简文正 以及花莲县第一市职会300F区 前会长刘华荣 已经与市长威嘉燕 屏障所长陈薄新 农官客长朱国志 多次前往左仓会刊 讨论花旗木的种植细节 终于在25号下午 正式动产 办理热散号施 花线左仓的植树活动 市职会有五大事业之一 其中环境保护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所以我们这次来做一个植树活动 左仓这个公园 自从整顿以后来往的新人 会对这里传出一些惧怕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用这种花木 造成这里更添色彩 让这里以后成为一个打卡的景点 那其实也要谢谢我们市职会 五大志愿里面 其实整合一些资源 给我们地方政府 来为我们做这些资源的整合 那其实今天捐了100株的花旗木 也希望在左仓这个地方 未来能够有一个樱幕花道 给大家来做一个赏音的动作 那也希望说我们未来在这边 会有一些更棒更好的一些体育的设施 或是一些公园的设施 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努力 市长维嘉燕为了感谢国际私职会 常年对社会公益的热心奉献 也特别颁证22张的感谢状 给各区会长肯定师友们的善行义举 一起为左仓运动公园的活化来努力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